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天在莫斯科 会见到访的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 这日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月访问莫斯科之后 短期内中国代表又一次造访 李尚福赞扬中俄关系非常牢固 超越了冷战时代军事政治联盟 普京也称赞双方在军事上合作无间 根据国际文传通讯社报道 普京和李尚福会晤的时候特别提到双方在情报方面的交流 以及在远东和欧洲的联合演习 此外普京也请李尚福转达对习近平的诚挚问候 并且表示中俄不久之前的会晤取得丰硕成果 他与习近平针对新时代俄中关系发展做出规划与部署 同意进一步加强两国战略合作 深化在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的合作 李尚福则表示中方愿意与俄方推进两军战略沟通 加强多边协调配合 共同维护世界和地区的安全稳定 谢谢多谢 感谢您的观看